来看在家园教如何来进行社区应资 在家园教村有压家、压教和豐富的主人心态 所以由家伟管政府所推动的学习行程相计划 园教村是以主人心态为主题并结合到社区的发展 理想要在在家园总国小民众和学员朋友在老师的串流下 做的制作就有投资亚要为社区的报道来美化 那我们今天主轴是由蔡江龙老师先来开头 介绍我们在地我们在湾桥社区我们台湾我们的自然生态 那观察一下我们的生态和我们的环境 那观察的过程中来给我们的启示说 我们要爱护我们自己的这块土地 然后针对观察的我们老师再把陶土跟陶板拿出来 让我们的学员呢针对我们这次生态的主题 然后自由创作发挥 我们这个园局所在有山有水 还有很好的 大家有法让我们家园观 有法带动我们园局来社区来参观 未来的学员所完成的作品 会报到新闻社区的整体的宿经观 你其实要完成对主人心态 没有上海的作品是需要经过上世的标杂 所以客庭是信用干部的方式 来向学员来介绍湾桥川的主人心态地式 那我们的生态步道其实它有很多的鸟类 那我们就希望透过社区的民众的这些鸟的作品 来召唤我们的鸟作为一种友善的表现 那我们的社区的民众 其实每一个人都希望来友善这一块土地 经过客庭的学室 学员是对社区更加了解 并作为美化的感受来付出生力 理所有的投票作品 是准备在11月车来安地在社区的报道 谢谢新闻 等会儿在家乡 蔡翁博德